民进党说一定要有行政院版才会有预算 我在立法院这22年来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荒谬的说法 很遗憾的是民进党团 在我们院长最后的协商当中 并没有最后的牵制 还说这是违反宪法 我要请问一下 如果违反宪法这8年来 民进党的圆明会 或者是小英总统 到立法到我们原住民部落都说 这是小英总统的德政 请问这8年来 民进党不就公然违法了吗 所以不要在这里 用违反宪法这样的字眼 来呼啰我们的原住民 接下来请登记第二号 高金素美委员发言 大家好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还有场景 回到了8年前 我要特别声明 原住民并不需要特别照顾 我们要的是公平正义 今天的进法补偿条例 是依据宪法保障 人民的私有土地被政府的政策限制之后的补偿 民进党说一定要有行政院版才会有预算 我在立法院这22年来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荒谬的说法 法案本来就可以由立法委员字体 不管是立法委员字体法案 或者是行政院提案的法案 只要是立法院三读通过 行政院就必须要依法行政 依法 编略预算 很遗憾的是民进党团 在我们院长最后的协商当中 并没有最后的牵制 还说这是违反宪法 我刚刚说过 今天的进法补偿 是原住民族的私有土地 因为政府的政策 而被限制了它的使用 所以依照宪法 依照立法委员的提案 本来就可以要求政府 来补偿原住民的损失 更何况 必须要有七成的覆盖率 才可以得到一公顷 三万块的补偿 八年前在这里三读通过之后 民进党马上说 这是前坑法案 八年后 当我们要在这里表决的时候 民进党的柯总召佑 说这是违反宪法 我要请问一下 如果违反宪法 这八年来 民进党的原民会 或者是小英总统 到立法 到我们原住民部落都说 这是小英总统的德政 请问这八年来 民进党不就公然违法了吗 所以不要在这里 用违反宪法这样的字眼 来呼啰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现在有 那么多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在这里捍卫我们应该要有的权益 所以待会会表决 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国民党团 谢谢民众党团的支持 谢谢你们刚刚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支持中华民国的宪法 支持原住民的公平正义 最后我也要在这里呼吁民进党的 吴立华委员 陈寅委员 能够待会跟我们的族人站在一起 表决的时候 支持原住民的进防补偿 谢谢 谢谢高津苏美委员的发言 今天是立法市场 最后一天 我们的民主终于守住了 所以刚才我三级公敬礼 528号 轻咬行动 民意缓扑 在民意缓扑底下 终于千转百折 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一直在讲 所有的事情 到底为见以后 那个行政的呼吁事先来处理 实体性的 但诚信性是最重要 没有诚信正义何来施施正义 所以一直很坚持 我们一定要依实现行政法 依诚信正义来处理所有过程 有经过讨论 然后表决 得出了我们就认了 民主就是这样进步了 我们过去表决几万事 都没有成功过 三十年来 但今天我们终于得到 孝正回归 在这里要感谢 台湾的所有人民 对民主的追求 在外面呐喊 让我们得到今天的结论 所以在这里我是非常感谢 第一个也要感谢大家 终于能够回復到政府 冲突以后 我们未来要如此下去吗 所以已经要冲突 统绝进步 我们大家应该坐下来谈 我们恢复一个正常的立法案 这是最重要的 对于本案 有关于原住民进化补偿 假如在核心和核体下 政府在拼单做预算 我都棘手赞成 我也能够体会原住民委员 对原住民照顾 他们的经历 都可以体会的 每一个都想拿好人 但好人和坏人 只是一线之隔 我们在合法和线底下 拼预算 男人把赞成 我要讲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向宪法对抗 每一个人都要向宪法低头 宪法七十条写很清楚 宪法五十八条五十九条也写很清楚 宪法包括五十六条五三条都写很清楚 六三条 大法官四十三九一 四十二六四 四十五八五等等 都是写很清楚 就是权力分力原则 尤其大法官四十三九一最经典 也就是说 所有预算篇例 假如超过训练习格的方位内 只能当过参考而已 也就是说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以后责任政治无从谈起 到底谁在执政 就是上次的民主最终的精神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非常遗憾 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表结 请问各位 宪法可以表结吗 请大家等一下举手说 注意一下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